朋友们大家好,今天用青椒做一道非常好吃的虎皮青椒炒肉末,一起来看看吧 洗净的青椒切成大块,之后放入锅中干炒,锅中备用放油 青椒皮炒下,开着中火煎出虎皮 用勺子或者锅铲压一压,让青椒受热均匀,煎出的虎皮面积更大 煎好的青椒盛出备用,之后把小葱切成葱花 一小块去的皮的生姜,用刀面拍碎,再剁成姜末 这样炒的时候,味道也能炒进去,还吃不到生姜,从而影响口感 把大蒜剁碎 锅中起油,把油烧热,之后开中火 放入肉末,快速的煸炒,把肉末炒散 肉末要选肥臭香煎的,最好用五花肉 我是直接找老板带我嚼好了 把肉末炒散,炒出油,就下入切好的葱姜蒜 煸炒一会,把葱姜蒜炒香,接着下入一勺老干妈豆豉酱 接着炒,把豆豉酱炒匀,炒出酱色,就下入青椒一起炒 翻炒几下就开始调味 沿着锅边淋入生抽 加入蚝油 少许的盐 还有白糖提鲜 翻炒几下,把调料炒平即可 最后起锅前再淋入一点陈醋,提个味 这道好吃下饭的虎皮青椒炒入末就做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? 感谢观看